今天抽好40抽,沒有Rodot Camera 哈哈哈哈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西瓜 呃,不好意思啦,打斷一下 你可以看到那個影片其實蠻暗的 因為那時候拍片忘記調那個快門 我調到很高,然後那個快門 然後那天是晚上,所以影片就很暗 所以我盡量把它調的好一點啦 所以真的是不好意思啦 OK,影片繼續 今天抽好40抽,沒有Rodot Camera 哈哈哈哈 這是人家抽的 40抽,六個Figure,兩個A,兩個C,兩個D 其實是很好了,這個成績是非常好 然後剩下40抽,還是三個Figure 兩個Zoro,然後一個小子 那個超阿瓜 然後,這人抽了,其實他要小子啊 然後如果可以抽到小子的話 他願意用這三個其中一個給我換 所以我今天只抽三抽,不多 就最多三抽 44抽抽三抽,等一下三個Figure 就在三抽裡面 應該不可能 這種是辣的 應該是辣的 這樣一貼 是很不值得 40抽,再抽三抽 然後我剛好這邊又沒有七龍珠 我不要想要抽七龍珠 我跟你講,從那邊選三張出來 好,我把你搖啊,搖啊 OK,就是這場抽 這個就是B,C,D 小子啊 小子啊 我把你搖,我把你搖 我看一下這些字眼 我看這個 OK,大概知道 H 正常,正常 正常發尾 好,我都留在後面 好,我鎖一點點 好,我鎖一點點 真的是1喔 2到1 Rose這樣幾十匹而已 有沒有擺到 有沒有擺到,我看一下 有有有 我跟你講,大大不死B的後部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我幫你開一下 我幫你開一個 沒有開過 給你開一下 我來focus你的手 換ACP前面一副喔 我今天真的是太幸運了 真的,今天是幸運 我算了,我算了,我算了 我算了,我算了,我算了 我算了,我算了 我算了,我算了 我算了 這一集是最短的一番賞 你要這樣接 後面的很難抽喔 後面的很難抽 後面的很難抽 剩下三十七週拿兩個B格 超難抽 剩下三十七週拿兩個B格 剩下三十七抽 也不划算 不划算喔 三十七抽 你抽到完啦 一次過抽到完 會有三個B格 可能三個B格 對對對 哇 這個很幸運 一隻兩隻 六隻 欸這不是小隻 這是小橘 小橘 真的很酷 其實它很漂亮耶 只是 它是男的 它真的是很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哇,那時候 三抽 龍肉喔 今天我爽 哇 各位朋友觀眾 今天四個地外 抽完了才介紹 哇,今天非常 那個戰況非常激烈 我一來就已經抽了四抽 然後最後補多三抽 非常幸運的 抽到一傷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A B C D E 兩個兩個兩個 然後一傷只有一個 然後他們幸運給我抽到 剩下F賞是射擊 然後G賞是杯 然後H賞是文件夾 然後今天也如願以偿啦 我是抽到小橘 然後剛好有人抽到多的 阿肯跟我換 真的是很謝謝他 真的是很謝謝他 然後 就等我回去開箱 又回到來開箱時間 哇,今天 這個 一番賞真的是非常的戲劇化 然後我首先要感謝那個路人 我沒有問到他的名字啦 他願意幫我換這個裸 我真的是非常感謝他 雖然我抽到那個衣裳小橘 而且是那一套裡面唯一一個 就是八四張之 裡面只有一張 不過我還是比較希望拿到多 所以我就跟他做了一個交換 非常謝謝你 如果你有看這個影片 真的非常謝謝你 然後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來的衣服 超帥的 我覺得這件超帥 還有褲子 真的超帥 然後我們再回顧一下那天我抽到三抽 其實鏡頭沒有對到我在撕那個一番賞的時候 我可能會有觀眾講 我可能是作假 那也可能是抽剩下三個figure 然後第二抽就抽到裡面唯一一個E 不過我也沒有話講啦 因為真的是沒有拍到 沒有拍到我撕的那個時候 不過有聲音啦 就是那麼剛好就是第二抽就抽到E上 然後跟那個人交換了 羅 然後今天就不要廢話 然後再開箱羅 然後大概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盒子 我非常喜歡這一次的盒子的設計 比起上一款那個盒子國片的 就是只有JOLO跟陸肥的 不過比起上一次的那個盒子國 JOLO跟陸肥的盒子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一次的盒子的設計 可以搭拿之前的給你們看一下 還有JOLO 如果這樣比起來我是蠻喜歡這一次的 我喜歡這一次的盒子設計 然後後面 後面是差不多一樣啦 旁邊 也是差不多 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羅 OK其實那一天拿到的時候 我已經迫不及待的已經開箱了 然後裡面很簡單的 就是兩個配件 還有一個配件就是它的鑽腳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刀 呃 鬼褲 不過講真的呢 這一次的系列有五款 就是五款模型嘛 陸肥 JOLO 然後羅西 3D是納美 跟小橘 他們裡面我 最想要的是羅 其實陸肥這次也很帥 不過JOLO其實也很帥 不過我已經有之前那個JOLO了 所以這個JOLO我就不是很想要 然後納美跟小橘 就是小橘很漂亮 雖然它是很藍的 不過它也是 蠻有收藏價值的 不過當中我還是最喜歡羅 然後現在我們先看一下它造型的細節啦 它的造型就是拿住它的鬼褲 然後 手就是 就是 準備要出它的那個果實能力 ROOM 那種感覺 OK 然後 它手上的那些 紋身 都有做出來啦 DEF 一些紋身 然後還有它胸口 落影落線的那個 紋身也是有 這個造型我蠻喜歡的 然後 這個羅 我不知道你們 拿到的羅是怎樣 其實我這個的那個 瑕疵非常多 比如我看到 我一來看就看到前面這個 和服這邊有一個 氣掛到 然後它的這個 披風嗎 後面也是有 脫氣 脫氣的地方 不過還好基本上它的 輪廓還是非常乾淨 然後上側也沒有走位 只是 很遺憾它的衣服那邊 就有些上側 就是 脫氣啊 可能運輸過神刮刀還是什麼 OK 既然講到這點 OK 可能大多數人已經知道了 也有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一番賞為什麼它可以把價錢賣到這樣貴 然後 那麼有價值的地方 其中一個我認為是 如果你抽到一番賞 你開箱了 如果你檢查到 有一點瑕疵啊 像脫氣的地方啊 還是它有一些 像手指啊 斷掉啊 還是跑位啊 你都可以就是 1比1兌換 就是 寄回去 然後 它就會跟你兌換一個新的回來 也就是 去回你那個地方 抽的地方 你就跟它講 你就要換 然後 有什麼下次啊 你給它知道 它就會1比1換給你 不過 會比每一個店 它都會有這樣做 因為有一些 是 好像現在 很多人很快就有一番賞抽 他們基本上是直接從 外國 包一set回來 很像 日本 大多數都是 從日本直接 他們自己 買回來 他們不是代理的 他們是 自己可能在外國 日本那邊有朋友 就 托他們可能 包完一整套下來 然後 就在這邊 給人家抽 這種 如果你抽到 有瑕疵的話 應該是沒有的 換給你的 因為他們不是代理 他們就 可能沒有辦法 換給你 可能這些就是 你們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你要抽金證 如果你抽到 模型 你沒有瑕疵 可能他們就 沒有辦法 換給你 雖然它是金證 不過其實金證跟白證 其實差別 也不大 可以講 也是沒有差別 只是一個是代理 一個是在日本販賣的一個區別 然後正只是金色跟白色的區別 所以這些可能要給你們知道一下 如果你看到模型有瑕疵 你接受不了 你可以回去找你抽的地方 要求他可能 做一個交換給你 不過要等 可能到 兩三個星期到一個月 然後要怎樣看那個店 是授權代理的 你可以基本上 白證呢 是授權代理的 基本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 如果 有講出來是什麼 你可以 有誰比較清楚 可以在下面 補充一下還是之類的 然後這次我真的是非常興奮 然後ok 抽到 也不是抽到這個裸 就是有人跟我交換這個裸 然後 哇 我現在 在和之國基本 這三個是最重要的人物好不好 都 給我收藏到 真的是 哇 這樣子擺在一起真的是非常漂亮 真的 ok 不管今天怎樣都是 好興奮喔 沒有想到我真的可以在三抽以內 抽到我最想要的裸 然後 今天 沒有抽獎啦 因為我只是抽三抽 剩下的這些小三 我也自己守住啦 因為 只是有兩個吧 ok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 記得訂閱 然後加分享出去 你可以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信息 最近我都是在拍vlog比較多 然後 有一番賞有機會我一拍 然後你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跟Instagram 都在下面有連結 然後今天就到這邊 然後拍完影片過後 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是 我看到 Jolo跟 羅都有配刀 然後我就把他們兩個刀拿下來 然後 然後交換他們的配刀 這樣子也蠻帥的耶 你們看 我認為是完全沒有違和感的啦 很帥 再見 谢谢观看